大家好 我是陈寗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 就是这一张 原亮的颜色 不是 绿色的这张专辑 就是《石面埋伏》 这一张专辑是黑胶 那当然他也有出 CD 啦 其实他不能说黑胶 因为等一下我拿给大家看 他的胶片就是原亮的颜色 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强调这个原亮的颜色呢 因为 这一张 这部应该说这部电影 就是一个充满着情与爱 爱与恨 背叛与爱情的故事 那他的专辑其实也非常棒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音乐是 这个日本的配乐大师 梅丽帽的作品 那梅丽帽呢 他的作品有很多 那另外一个也同样有张子怡的 就是《一代宗师》 《一代宗师》那张专辑 之前我在 就是有一支影片 跟大家讲说我买了一堆黑胶的那个 我记得好像是会员影片吧 里面也有出现过 就是《一代宗师》有两个封面 那那个呢 我之后再跟大家谈 那今天呢 跟大家谈的这张梅丽帽的专辑呢 也就是《十面埋伏》呢 是一张 应该说他非常有梅丽帽的这种东方音乐风格 但同时 他又同时非常适合拿来测音响 因为他里面呢 有一个鼓的片段 那个动态非常大 他是可以让鹦鹉螺的那个低音单体 他这样 蹦蹦蹦蹦蹦 像是在那个 我们助理说 像是里面有人在打鼓一样的那个 这种大动态的音乐 所以这张专辑呢 不只好听 而且拿来 配这个就是车音响的也很适合 然后 他的故事也很有趣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这张《十面埋伏》的专辑 那开始之前呢 记得要订阅我 那如果看完影片之后 你也想要来一张《十面埋伏》的话 在资讯栏里面呢 有严选商城的连结 里面呢 就有这陈寗严选的专辑 这严选专辑呢 其实我会不断慢慢地上架 有些是二手的 有些是全新的 那这些专辑为什么我上架这么慢 之前有朋友问我说 陈寗你的严选专辑怎么那么少 其实是因为呢 这些严选专辑呢 我在上架 其实我太太已经都帮我把那个抄稿啊 价格啊 图啊 我助理也都做好了 可是呢 因为每一张严选专辑里面 我都有这一张专辑的评论 是我打的 所以呢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上架得非常慢 可是呢 因为里面的故事非常的… 就是有些专辑 你会出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故事 所以大家就算你不是要买这张 你也可以看一下商城 随时回来看 就会多了解一些音乐专辑了 那我们就开始啰 那我们先简略地说一下这个片的故事 这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 所以他的颜色应用呢 也是非常的棒 他不管是在场景的转换啊 这绿色啊 什么 哦 就是一个 一股张艺谋味 这种感觉 就是颜色的运用 还有整个大场面的那种 那种空拍场景 我做得非常的棒 那他的故事是什么呢 其实呢 这次刘德华呢 又再次演了一个 那个黑帮卧底 他上次演黑帮卧底呢 是无间道 那他这次演的黑帮卧底呢 是这个片里面呢 有一个黑帮呢 叫做飞刀门 那飞刀门呢 他这是 这个张子仪呢 是飞刀门的一个小妹 那他是飞刀门的 在那个捕头里面的卧底 可是呢 这个金捕头啊 这个是 哦真的 他在戏里面真的叫金捕头金城武 然后呢 他叫刘捕头 这部戏就是这么随便 金捕头与刘捕头 那这金捕头呢 他不是卧底 他是这个菜鸟 叫菜轿 如果你最近看那个 那个 华登初上 你就会对菜轿 这个名字很熟悉 他就是这个捕头里面的菜鸟 而他是这个老鸟 但是他是飞刀门的卧底 那他们呢 因为去发现说接到一个线报 说这个张子仪的这个名记 演的这个名记 是一个飞刀门的刺客 所以呢 就派这个金捕头 先去这个骚扰张子仪 然后骚扰张子仪之后呢 再由这个刘捕头 把这个金捕头抓走 然后再把这个 借由这个张子仪 去刺杀这个刘捕头的过程中 把张子仪再抓走 有没有觉得很复杂 错综复杂 到底谁抓走谁了呢 总而言之呢 就是把这个张子仪呢 抓走之后 然后呢 在那边企图想要严刑 考打张子仪的时候呢 金捕头就冲出来 英雄救美 把这个张子仪救走了 那救走之后呢 为什么要救走他呢 因为想要借由这个张子仪呢 去找到这个幕后的飞刀门的那个大魔头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然后呢 这种故事为什么我会说那是原谅的颜色 因为呢 在 刘捕头呢 去卧底之前呢 跟这个小妹 也就是张子仪呢 他们两个是情侣关系 可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中间呢 演到一半的时候呢 金捕头因为太帅的关系呢 所以这张子仪就爱上了金捕头 我必须说呢 金城武真的太帅了 你看他在电影里面呢 尤其是像看演那个 那个叫什么 赤壁的时候 他演那个诸葛亮 超帅的 真的是从年金 他从以前演那个东方三峡 那个蓬莱之战的时候 哇 那时候就帅 然后呢 到现在年纪大了 还是帅 所以呢 这个张子仪呢 会变新呢 我是一点都不奇怪 就是 他就变新了 那变新了之后呢 这个刘捕头就很生气 杀毁的 然后两个就情爱纠葛 相爱相杀 就是这样子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 这里面是个原谅的颜色呢 因为他的片子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片子 其实他里面附的东西还蛮不错的 就是首先呢 我们把整个套子拿出来 首先呢 他附了一张大海报 里面呢 就是 你看 这边是刘德华 这边是张子仪 有没有 他们两个是本来情侣关系嘛 可是翻开之后呢 变成海报之后呢 里面呢 就有 就有这个 洗澡的张子仪 就会看到性感的洗澡张子仪 就会看到性感的洗澡张子仪 然后呢 还有很帅的金城武 然后呢 还有飞刀门的一些杂鱼之类的 就会有这些东西 所以呢 他就让你知道 他是一部 有点NTR的作品了 那里面呢 还附了一张海报 这样子 就这样 一张小海报 一张小海报 所以 有的时候我都会说 买黑胶这种东西 其实真的也不是什么 买黑胶一定要听 有的时候真的是买海报送黑胶的概念 然后呢 再来就是他的片子 就是我刚一直说的绿色 不是 就是原亮的颜色 来看 绿色大理石纹 有没有 很漂亮的一个胶片 来 这样子 看到了 可以看到吗 这个我不太好拿 等一下 然后 来 这样子 来 这样子 看得清楚了 然后呢 我刚刚说嘛 就是那个里面的 就是那一张本子 册子里面 不是有那个刘德华 跟张子怡相爱的画面吗 这个时候我们翻过来就出现了 金城武 跟张子怡 相爱的画面 所以呢 与其说他是什么样的 这个大环境大制作 没有 你要看那个东西 去看英雄 英雄呢 才是为国为家 但是呢 这个呢 就纯粹是一个 小品爱情故事 跟这个张艺某以前拍的那些片类似 就是一些小品的爱情故事 好 那我们来说说专辑本身吧 我们先把这个片子塞回去 他这个 这个黑胶本身买的时候 就会附这个软软的套 这个硬 比较硬一点的这种软套子 这还不错 就在保存上呢 会比较容易一点 然后这个塞进去 好 把他通通塞进去了 OK 好 塞好了 就这样 拿好了 这个呢 这张专辑呢 首先呢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美丽茂她做的音乐 美丽茂做音乐呢 她曾经在这个访谈说过 就是呢 她喜欢帮每一个角色创作她的主题音乐 很多人呢 在做音乐的时候是这样 比如说像John Williams John Williams 他在做音乐的时候 他会先设定一个主题 就是比如说像 在这部电影里面呢 他有一个主题的旋律 比如说像大白鲨 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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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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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这样下去 就要变成那个 baby shark 但是呢 这个蹦蹦 就是这个大白鲨主题 或者是像这个 猪肉机公园就是 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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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帮你设定一个主题 这是John Williams 的做法 那 Hans Zimmer 他有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主题 但有的时候 就是纯粹给你 这个音乐低频 塞好塞满 然后用创作的方式 创造一个 过去大家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 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乐器的声音 然后把他放在这配乐里面 去符合这个音乐的主题 可是 没礼貌 他会想要帮每一个角色创作一个主旋律 然后这个主旋律 就会贯穿整部戏 比如说像一代宗师 他的主旋律 就是那个公二 又是张子儀 张子儀真的很正 那他的公二 他就有一个主题 就是那个大提琴 然后 反正也是 不太好哼的旋律 然后 在这个十面埋伏里面 张子儀也有他的一个 自己的旋律 在他的第二首歌 叫做 家人歌 虽然呢 他上面这英文 因为毕竟是国外做的 所以他写了 Beauty Song 那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什么叫Beauty Song 其实他就是家人歌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 在汉武帝的时候 有一个人 他想要把自己的妹妹 他其实自己 就是皇上的男宠 然后 但是他想要把自己的妹妹 再献给皇上 让皇上 可以跟兄妹一起 一起玩 一个很糟糕的故事 但是呢 他就唱了一首歌 就是 北方有家人 北方有家人 我不要唱 我没有张子儀唱的 那么好听 北方有家人 北方有家人 爵士而独立 然后一故亲人城 一故亲人国 那他是呢 就是 亲国于亲城 家人难在得 这个 这古文照理说 大家应该都要知道了 但简单解释就是说呢 北方 有一个很漂亮的人 你看他一眼呢 就会亲国亲城 看一眼就亲国 再看一眼就亲城 所以我们说漂亮的人呢 亲国亲城 美了亲国亲城 他的出处就是来自这个地方 但是呢 亲国亲城 都可以再去 就是你国家毁了 可以再 重建 城市倒了 可以再重建 但是呢 家人 没了就没了 那那个时候呢 皇上听了就很开心 好 把你妹妹进贡上来 于是呢 就有后面呢 一些 又是更复杂的故事了 什么 反正 以前的皇帝都很乱的 总而言之呢 就是一个 亲国亲城的故事 那这个家人歌呢 就是用这个 这一首诗呢 为歌词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 章子 我前面不是有讲吗 他是个名记嘛 他在这部戏里面演的时候 他是个名记 他穿得很漂亮 然后呢 他就唱这一首歌 唱得很好听 所以他后面 就是其他的曲子 除了一些比较 就是比较惊心动魄的一些音乐之外 大部分的主旋律都是在用 北方有家人的这个 这个主题呢 去做不断地变化又变化 做了整个变奏 所以你可以说呢 这就是一个家人歌的变奏曲专辑 像郭德堡那种感觉 就是他用一个主旋律 然后一直变化 一直变化 那 那这里面呢 比较特别的是有一首叫做 这里叫 The Echo Game 这个东西很好玩 The Echo Game 他就是回声游戏 但其实在戏里面不叫做回声游戏 他在这个片影子里面 叫仙人指路 那是什么样的游戏呢 就是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张子怡呢 他是假装自己是失明 是一个盲人 所以呢 他的那个 他就在那个妓院里面 用鼓排了一整圈 排了一整圈的鼓 然后呢 刘德华就拿那个花痘 然后这样弹 然后弹出去之后呢 集中一面鼓 那这个张子 就要用他的这个 长袖子 这个袖子 就去集中那一面鼓 如果集中的话呢 就会 就是 就是赢了嘛 因为他是盲人 可是却又可以听音变位 集中正确的鼓 那他后面就有一个鼓 乐团就会跟着动 这样子 那最后呢 这个刘德华呢 觉得跟自己的小情人玩够了 他就把这整盘花痘全部 撒出去 然后撒出去之后 那那个花痘 就会击中所有的鼓 那 击中所有的鼓之后 那张子就开始 就是要击中每一面鼓 那他就中间就有很多的跳舞 那这中间后面的那个乐班子 就跟着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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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这样子 所以非常的震悍 那这一首 就是这个段子呢 其实不只在测音响的时候 因为他的鼓声是非常的复杂 所以他的这整个动态 还有鼓皮的这个弹跳感 低音的下潜 或者是中频的这个快速反应 有很大很大挑战之外 其实 如果是以蓝光光碟来播放的话 他在看电影的时候 同时对你的整个环绕系统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他这一段的环绕做得很好 就是他这个花痘这样子撒出去之后 然后那个鼓声 是四面八方传出来的 所以 其实呢 这个四面埋伏呢 你可能会觉得 他的剧情很狗血啊 什麽的 但是呢 其实他在对你的影视系统 就是他的颜色表现 跟你的整个环绕系统的表现 还有他的整体的音色 其实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 第一个美离帽他很喜欢用一些 说东方的古代乐器 所以他的音色表现是非常丰富的 他有时候用一些针啊什麽的 那针这种乐器呢 他在弹的时候 他的那个空气感 还有他的这个琴弦战动感呢 对这个 这个喇叭呢 他的中高频表现 还有细节的表现 跟他的一些战态啊什麽的 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第一个 他对你音响的这些音响的音色动态啊 还有散民分离度是很大的挑战 如果你又收他的染光片 而且你家有很好的剧院系统的话 他裡面那些飞刀在飞啊 就是因为 他后来啦 就是刘德华跟这个小妹又玩了一次仙人指路 但是是用那个 那个飞刀 那他飞刀在飞的过程中的那个破空的声音啊 还有那个整体的环绕的效果呢 也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可是 这毕竟是一张怨声带专辑 所以不会有那些东西 主要还是在音乐上面 那至于听起来到底怎麽样呢 其实你在YouTube 上就可以找到了 可是呢 以目前来说呢 我听了串流啊 黑教版本 我只能说啦 最好的音质版本还是黑教 我必须说他是绿教 就是原谅的颜色 就是这样子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张十面埋伏的专辑呢 真的是 音乐比电影好看 音乐比电影好看 来得有趣一点 就是这样子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那如果说呢 你看完这影片之后 你说 好 那我买这专辑 可是呢 我需要一套好的黑教系统 一套好的音音响系统来听 那么在资讯栏里面有这个严选商城的连结 里面有配好的组合 那黑教唱盘呢 比较少一点 因为我现在还在评估 如果你现在就想要一套比较好 你可以在这个资讯栏里面呢 有LINE 的连结 旁边呢 也有QR Code 你直接传LINE 问我 我来帮你搭 那如果看完影片之后 你觉得 陈寗你的影片太棒了 我要支持你 那么在这个资讯栏里面呢 有这个频道会员的连结 在旁边呢 也有超级感谢的按钮 这两个都可以支持我 把影片做得更好 那就这样子啦 谢谢你的收看 也感谢你的支持 我是陈寗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